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ransplant就是移植的意思 plant有种植之类的意思 当成名词还可以当植物 或者是什么什么厂 例如说 发电厂就是power plant 不叫做power factory power plant transplant 移植 今天会学到一些有趣的词 得到租薪的人 所以你不要说租薪拿来吃的 租薪也可以来让人家活下去 所以这个得到租薪的人 他已经活过一周了 has so far lived for a week with a genetically modified picard 所以这是一个经过基因改造的租薪 alright 然后你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词 所以会得到很多的一些data 然后就是对于这件事情之后的可能性 什么是xenotransplantation 那一堆data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单位词 叫a truth of data 很少看到 不过你也看一下 OK 所以会打开什么东西的一个可能性 xenotransplantation 什么叫xenotransplantation 马上来讲一下这个字 你只要看到xeno开头的字 就是无外来的 就不是本国的 那在这边就是不是讲不是本国 而不是同一个物种的 所以猪的心 牛的肾 移植在人类身上 你都可以称这个叫做xenotransplantation 你懂意思 那我们多看一个比较常见到的生活上的字 就是xenophobia phobia很常看到就是什么什么的恐惧症 所以你要是 例如说你有那种密室恐惧症 我爸爸就有 很严重的这种人是不能搭电梯的 因为他只要关在电梯里面 他就觉得密室 小小空间 然后他就会这个 他就会有那个 我们英文叫panic attack OK 他就会突然间有那种情绪上的暴走之类的 这样子 他会暴走 panic 所以xenophobia就是讨厌 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 所以Donald Trump很明显就是xenophobic 他说我们要把这个盖一个墙 然后让墨西哥人 让南美洲人偷渡不进来 对不对 然后他要把所有的国内的这个 呃 非法移民全部遣送回国 所以他是一个xenophobic person 他是 就是排外的 不喜欢外国的人 这样 其实外国有一个声音在检讨 就是phobia这个词 其实是恐惧症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事实上他不是恐惧 他哪有恐惧啊 他是歧视 他是排斥 他不是说 喔 这边有些Mexican 我要走远一点 不要跟他走太近 我害怕他 他没有害怕 他是想把他们赶出去 所以外国有一个在检讨的声音就是 我们根本把phobia这个词用错了 你知道吗 那可是谁鸟你啊 OK 主流的用法就已经变这样子了 不许他们应该根据应该要去改字典你的定义也不一定 就是phobia 你可以包含另外一个现代的用法就是 他不是单纯只有恐惧 而是有厌恶 憎恨 所以事实上 我们常讲到phobia 像例如说 你恐同症有没有 我们讲恐同症 中文 其实非常正确的 翻译了phobia的这个词 就是恐 恐惧的恐 可是 我们仔细思考恐同症 其实不是恐惧 而是排斥吧 对不对 对 所以真正的那一则 恐惧同症的人 其实不是恐同 而是他不爽这些的 好你同症啊 你不要靠近我就好 没事的 他才没有怕你咧 他是不爽你吧 对吧 好啦所以扯半天 总之你在懂我的意思就是 就外国人本身把这个字根本就用错了 好那虽然有人在检讨 可是没有人在听这件事 好算了吧 Alright 好这是不是也是属于语言癌的一种 所以英文也有 中文也有 大概就这样 好所以这个xenotransplantation 你大家听懂 所以这就是外来物种 移植到人类身上的概念 OK 所以下面我们再看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讲到一个Hurdle 这个字 好不错 好所以在这边 这个transplant surgeons hope the advance will enable them to give more people animal organs 所以他们希望啊 这一项突破 这个advance 将会使他们能够 enable them 使他们有能力 to give more people animal organs 给更多的人动物的器官 但是却有很多的道德上的一些 以及技术上的Hurdle 是仍然存在的 所以ethical跟technical ethical就是道德上的 technical是技术上的 Hurdle是什么 Hurdle是我们在讲那个 像110公尺的跨栏 有没有 或者有没有200公尺的跨栏 是200吧 好有没有400公尺跨栏 我也不知道 对田径没那么熟 所以这个Hurdle就是跨栏的那个栏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把它干脆延伸的用法就是困难 所以仍然有很多道德上跟技术上的困难 是remain的 是仍然保持在那边的这样 ok cool 所以这里只是想让你看一下 然后我们最后看一个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也对 对这个整篇报道 有兴趣的大概也是这一块 就是这个株经过了基因改良 改良了什么 让它可以在人类的身体 就是能够使用啊 你到底改了三小对不对 还是多还是少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其实比较想有兴趣知道这个部分 而基因改良这个词其实很简单 我有起来这里 刚刚没有特别的去找到它 gene就是基因 也可以是一个女生的名字 gene 而且它的发音跟牛仔裤是一样的 所以gene这个gene 跟gean这个gene 发音是一样的 蛮有趣的 那牛仔裤加个s就好了 geans 大概是知道 好所以它的形容说副词genetic genetically 所以基因改良的 基因改造的 genetically modified modified这个字就是改造它 好 所以只是要走一下 这没什么 我们最后看一个就是我刚所说的 到底你要改三小啊 对不对 好 所以我想要看到的是这个 这里 这里 好 所以 它已经试着改这个株啊 已经改了20年 for two decades testing how various genetic modifications limit rejection in humans and other primates 所以它测试着各种不同的基因上的改良 是如何能够 所以它自己用是how的一个字句 how this can limit rejection in humans and other primates 所以有各种的基因改良 是如何能够来limit限制住 rejection 这就是我们就可以大胆的翻译成是器官上的排斥 所以reject一般来说就打枪你啦 就男生打女生枪女生打男生枪 啊对不起 你是我的好朋友 发一个好人卡给你 这就叫rejection ok 所以它器官捐赠上 器官的这个移植上 它就可以大胆的把它翻成是排斥 所以 这些genetic rejection modification 是如何的来限制排斥 在人类身上 以及在其他的primate身上 所以这个词 如果说今天 托弗亚瑟的同学 你就大概也要认识一下下了 这个primate我们就翻成灵长类 ok primate 好 所以怎么样移植到人类或灵长类身上 不会排斥呢 好 to make the pig heart used in the transplant the company knocked out three pig genes that trigger attacks from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好 所以这第一个 所以这公司啊去除掉了 knocked out三个株的基因 那这三个基因怎么了呢 它会诱发出人类免疫系统的攻击 so three pig genes that trigger trigger就是启动了 attacks from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所以来自人类免疫系统的攻击 所以immune这个字就有免疫的意思 cool and added six human genes 而且加了六个人类的基因 that help the body to accept the organ 来帮助身体接受这个器官 还有最后一个modification a final modification aimst to prevent the heart from responding to growth hormones 我觉得这里是最酷的 所以这个基因呢能够预防你的心 prevent就是预防 后面都会接from so you prevent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预防什么东西 从什么事情 就让他不会去碰到那个东西 让他不去做这件事情 so prevent这个心 来不去做什么事呢 回应生长的荷尔蒙 so responding to growth hormones 什么意思啊 他的意思大概是 猪的心其实比人的心还要大肩 ok 而他加了一些基因进去 就可以让他 不会再被这个成长荷尔蒙刺激到变大了 所以他这里说了insuring 确保者 that organs from the 400 kg animals remain human sized 好酷 so ensure就确保 还记得确保加什么吗 确保不能加人 assure insure是加事情 assure才是加人 记得 对 先的同学你可能不太熟 我们讲过这个概念 如果你用assure这个字 他有确保的意思 他后面必须加的是 somebody 人 如果是insure 一开头 不是另外一个i开头的insure 后面这个i开头的insure是保险 应该非常的清楚 像insurance 你应该知道 那上面那个一开头的insure 发音跟下面的insure是一样的 这个insure 后面一定要加的是事情 或者你当然可以直接加子句 ok 所以我应该改成名词 或者加名词子句 ok 我就写个class好了 好 所以这里用的是insure 因为后面加的是句子 所以他会确保着 从400公斤来的这个动物的器官 保持人类的尺寸 so ensuring that organs from the 400kg animal 400公斤的动物 你说像谁啊 当然就猪啊 不然呢 所以维持着human size 人类的大小 好 所以这ok哈 好 感觉这里差不多也就够了 我其实也没有 很想把这一句 这个东西讲的多长 很快走一下 里面刚看到的字吧 transplant 移植 移植手术 我们有机会再来整理一些 trans开头的 trans开头的一些 它是一个很常见的 prefix 但没关系 有机会再说好了 然后genetically modified 是基因改良的 好可以 所以gene是基因 然后我们刚才强调一下下 他是一个 就他跟牛仔 牛仔裤的发音是一样一样的 我我我刚脑袋闪过一件事情 就是 到底gene这个名字 是男生的名字 还是女生的名字 你知道吗 答案是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 像有个男生名字叫eugene 好像翻的 翻起来中文就叫尤金是不是 你会觉得这名字 怎么那么难听啊 可是是很正常的一个名字 说实在 eugene eugene 那eugene你就可以生成gen hi gene 可以 cool 那gene当然也可以是女生名字 我也知道有女生名字叫genie 之类的 还蛮可爱的 好所以没问题 gene这个字 男女也可以 好 然后这个xeno开头的 就是排外的 所以外来的 对不起 排外是后面这个 所以xeno就是外来的 所以我们讲说 不喜欢外国人 恐惧外国人xenophobia 那我们刚才也强调 事实上这个字 真的不是恐惧 好我们常把这个字用在描述 你对外国人的讨厌而不是恐惧上 所以像是homophobic也是 homophobia 事实上中文翻成恐童 其实比较像厌童 厌恶的厌 但anyway 好然后这个有一些ethical hurdle 就是道德上的一些蓝要跨得过去 所以这里hurdle 可以被理解为是obstacle 之类的意思 好 就障碍物这样子 好 那他说了他们改良了一些基因 来能够减少或者说是能够去控制住 人体对这个器官的排斥 所以这个排斥 我们用的词就是rejection 就这么简单 re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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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另外一个词看过eject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喷出来 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以前 例如说你看光碟退碟 把那个碟退出来 那就是eject 然后把你的碟喷出来还给你的概念 eject 然后你也可以用在 例如说开飞机的人 糟糕我的屁股被打到了 那我这台飞机要坠下去了 eject eject按下去 然后你就看 就喷出来 然后一个降落上掉下来 这就是eject OK eject primate 铃掌泪 知道一下下 托弗亚斯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字 然后刚不小心又提了一下下 assure接着是人 insure接着是名词或者是名词子句 OK 好 这个来个例句好了 来个例句好了 假设今天 你的这个 我每次都用类似的例句 我能不能换一个好不好 好 就你说 我再读英文 你说 我 我想要200天后能够考试考的不错 好 你来上我的课 补习慢的课 我能够确保200天以后 你的成绩可以得到不错的一个 你得到一个不错的成绩 所以我如果要用你当寿司 我就必须用assure I can assure you that your grades will look ok after coming to my class for 200 days 之类的 你为什么讲200天 因为正好我现在课堂上有一个同学 他就说老师你能不能确认我200天以后 能够考出一个满意的成绩呢 他讲200天这数字也蛮奇怪的 但反正他跟我讲200天我记在心里 那ensure来把这个句子换一下下 yes so I can ensure that you will get a satisfactory grade ok a satisfactory grade ok in 200 days 所以ensure接的是名字之句 或者一个名字就好了 excuse me 那assure则是一定要接任才可以 那最后这个ensure当然是保险 还开头的 该没问题 Alright 好所以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